我们在纽约麦哈顿 时代广场附近 今天我们在这里 向全世界朋友们 报道时代广场附近的情况 今天是 感恩节 好久没有过来了 前面好像就是时代广场了 这是马德 前面应该就是 Times Square 今天游行不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拍过节短视频 然后我们去游行的方向 在我的印象中 Times Square白天晚上都是人山人海 全世界的游客 现在呢 现在虽然时间还早 但是冷冷清清 已经不是往日的 Times Square 已经不是往日的世界的心脏 我们看看那个 上面那个广告 那个广告是长期共产党在这里购买的 一个广告标记是新华通讯税 现在不是新华通讯税了 也是中国的广告 虽然不是新华通讯税的 但是仍然是中国的广告 这里广告一个月大概是 又一年一年 大概是三个亿广告费 三个亿 这全是谁的呀 全都是中国人的呀 还没有 还广告 这边 稀税长长 算现在还早 游行我没有看 大概是武达到什么地方 今天是三个游行点 我们在这里等 等了个人 等了个人 不叫朋友吧 等了个人 所以我早一点来跟大家拍拍这里的长椅 他们游人都喜欢这里拍照片跟他们 但是这些都从我们看来都没有多大影 你看 时代广场的看台上没有几个人 当然今天时间还早 但是我的印象中不是这样的 我的印象都是白天晚上都是人山人海 现在这里虽然时间还早 没有几个人 好 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全世界的朋友们没有机会来这个纽约麦哈顿的朋友们 来到时代广场的朋友们 我跟朋友们拍拍这里的这个场景 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是世界的中心 中国病毒攻击美国以来 Times Square就已经不行了 可以 陈平说的 一直也把美国打回了原型 真的打回了原型 人山人海 达成了 人 寥寥无几 而且现在的寥寥无几 几乎没有白人 白人很少 白人很少 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就是看台 就是时代广场的中心的中心 看台背后是中国民主党每周六晚上9点钟在那里 做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我们上看看看看 全世界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来到时代广场 来到时代广场 我们上看台上走一走看一看 过去历史上是看台上是根本就很难找到座位 现在是看台上座位 只有一个人坐下其他全都空的 我在一年一起从卡拉弗利亚回到纽约的时候 我来这里来看过 那里那个时候这里更冷清 他们都喜欢在这里留言 好 好 漂亮 谢谢 就是看台 这里是在这里看眼球看人的地方 看人在泰姆斯过来就是看人 现在都没有人了 你看看着都空空的 这里是人山人海 春夏秋冬人山人海 现在都没有几个人了 你看泰姆斯过来多冷清了 哇我的天 Oh my god 没有人 人类世界受中国病毒攻击以来 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美国的繁华是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泰姆斯过来永远不会回到过去了 首先是中国病毒把人心都打垮了 不是说现在有病毒没有病毒的问题 现在人心打垮了 就是对人类没有信心了 人类的方向往活出去 No way 没有路了 现在看到他没有人了 看着他没有人了 多凄惨 OK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推特 收藏我的艺术品 投资我的艺术思念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 是 谢谢 订阅我的频道 See you how down